各位網友,有一個退休幾年公安部的很高級的人,叫劉若駿, 你一聽這個名字就知道他是大若駿時期,這個出世了,不會叫劉若駿, 就好像叫做和平的人,好像蔡和平和袁和平,一定是1945年出生的,日本打牌照, 這個人是副部長級的,過去那三四年幾乎原本在公安部做過副部長的人全部都被抓了, 但這個人被抓是另外印象深刻的,爲什麽呢,就是因爲他牽涉到一部港產片, 他就是港產片的主角的形象,所以我有興趣跟大家説説, 已經卸任四年的公安部,首任副部長級的, 這個反恐專員,厲不厲害, 全中國的反恐行動就是under他, 被通報落馬,抓了劉若駿, 這個是,副部長級,嚴重違紀違法, 劉若駿是2022年12大之後, 公安系統第二個落馬高官, 因為2022年前, 我看見重要城市的人差不多抓了, 那些公安部長,上海,北京, 武漢,南京,重慶, 全部抓, 今年落馬的中管幹部,13個人, 兩個月,三個月,13個人, 他是1959年1月出生, 這個就是大躍進時間,紀念大躍進, 湖南寧院人,1977年加入共產黨, 18歲就加入共產黨, 77年加入共產黨, 74年參加工作, 哦,74年參加工作, 15歲就參加工作,不是吧, 這個是有問題的, 他當然要讀大學, 參加完工作才讀大學, 哦,做完公安派他去讀的, 我明白了, 二一組是公安, 西南政法學院刑徵專業, 這個是一個公安派去進修的, 做到什麼呢, 禁讀局長, 禁讀辦常務副主任, 公安部黨委, 部長助理, 這個是反恐專員, 副總監級警察, 這個是, 劉躍進曾經是前公安部部長, 孟建柱的下屬, 2012年, 郭聲坤接下孟建柱, 做公安部部長, 劉躍進變了郭聲坤的部下, 我看過有一個公安部的人留言, 他說當日破了這宗案, 公安部開會的高級人員, 孟建柱, 是走去門口, 迎接劉躍進, 拖他進來, 然後鼓掌, 就說他是公安部的英雄, 這個人是這樣的, 他曾經辦過很多宗大案, 1995年的白宮酒樓, 兇殺案, 蔡愛山瓜葛, 他做反壞兵毒, 他對於反吸毒是很有經驗的, 做了很多年反禁毒, 最重要的是2011年10月的湄公河慘案, 我為什麼要說這件事呢, 第一,這件事當時我的印象都很深刻, 第二,就是這件事拍了一部很出名的電影, 劉躍進以專案組組長, 破獲金三國中國傳言御集案的主犯羅康, 而聲名著氣, 這件案2016年拍成湄公河行動, 林超賢執動, 劉躍進就是主角高剛的原型, 微公河行動就是林超賢, 超人, 林超賢, 編劇執導, 張含宇, 彭于衍, 馮文娟, 是很賣得的, 我首先講講這件事, 最初一件事是怎樣爆出來的, 2011年10月5日, 有兩艘中國船在湄公河金三國那裏遇襲, 13個中國船員死了, 船上發現了90萬粒毒品, 就說中國船員就是反毒, 就是被泰國的軍方和泰國軍方交火, 那些人全部死了, 好了, 大家要解釋這個湄公河, 他從這裏開始流起, 其實就是這樣, 他首先在中國境內, 這一段在中國境內, 然後在泰國境內這一段, 他又經過緬甸, 泰國, 泰國, 然後越南出口, 在這裏, 在泰國境內, 他由緬甸流落去泰國段, 泰國段, 在這裏出事, 那這件事怎樣呢, 我先講過過程給大家聽, 首先第一, 我怕大家不記得, 10月5日上午9點, 華平號, 玉卿9號, 和這艘華音6號, 三艘船, 在湄公河金三角那裏走, 在這裏走, 好了, 華平號, 玉卿8號, 就被一些黑衣人上船, 劫持了, 有7至8個武裝匪徒, 上了兩艘快船去劫持了, 接下來, 泰國警方接到線部, 說有人走私, 下午1點左右, 發現這艘船, 叫他們停船, 他們不停, 於是交火, 於是交火, 結果, 在湄公河, 找到13個中國船員屍體, 那時候就有兩種說法, 一種就說他們有份販毒, 一種就說他們是被毒犯劫持, 殺害船員都是劫匪所為, 當時泰國就堅持說他們是有份販毒的, 兩艘雙船運輸毒品因此引發交火, 事件發生之後, 中國政府, 因為死了這麼多中國人, 就向老窩, 緬甸, 泰國派出警務工作, 跨境調查, 泰國的軍方是阻撓調查的, 首先, 13個船員被殺, 這個當時很轟動, 於是, 10月6號, 雲南西商品納公務局要求合作, 10月13號, 外交部召見泰國的市捷, 緊急交涉, 要搞清楚這件事, 10月23號, 公安部副部長去曼谷, 搞不定, 是由溫家寶, 和泰國當時的總理, 英拉, 是說的, 最後是周永康, 當時周永康還沒落馬, 政法委書記, 在北京叫這些人來開會, 然後就是由執法部門, 整個聯合專案組, 結果就是四個國家聯合巡邏隊, 在4月25號, 終於抓了這個挪康, 交給中方, 結果是9個泰國軍人被控殺害船員, 逮捕令, 這個挪康是判處死刑的, 我先講講這件事給你聽, 其實這件事是這樣的, 就是這個挪康是緬甸的毒販, 他是昆沙的徐縣, 他極其不滿中國人, 有三點他不滿中方, 他跟泰國軍方合起來, 就是等泰國軍方立功, 就破到反毒案, 就放一些毒品上去這幾隻中國船上, 然後泰國軍方殺人滅口, 就說破獲了反毒案, 於是他們拿到工, 而軍方給回緬甸毒囂, 諾康的東西, 就是幫助他們走私毒品, 整件事都是這樣的陰謀, 是砌中國人生豬肉, 然後殺人滅口, 讓泰國軍警立功, 然後其實他們勾結了諾康, 金三國什麼都做得出, 犯罪嫌疑人是第三軍區, 拍網軍營的九個士兵, 這九個士兵的行為和軍方無關, 他說不是軍方主使, 其實會不會是九個士兵這樣做這些呢, 坦白說我不相信, 一定有軍方的高層, 軍警的高層參與, 策白這件事的, 這個人挪康, 是坤沙的手下, 你知道後來坤沙在極大的壓力之下投降了給泰國軍政府, 於是這個人就接收了一部分的反毒集團, 就是說我說, 你做個黑社會大佬, 你不反毒不做, 沒用的, 你是不是賣報紙說你不做, 你就算賣報紙也沒人相信, 因為你的手下繼續做, 你的手下繼續做, 是不是當是你做, 所以沒有金門洗手, 坤沙已經被軟禁了, 這個羅康就繼續做, 他被捕前, 他就有一個很大的武裝分子集團, 他大概有武裝分子, 這個人有400人左右, 得了泰國不法軍人的庇佑, 因為他們的本部是在緬甸, 如果要走私, 一定要經泰國, 所以他加上泰國軍警, 泰國的軍警都相當腐敗, 專案組很多次對其圍困, 每次都被他走掉, 一定有人通知他的, 好, 2006年, 緬甸政府軍, 在中國和泰國協助下, 攻陷敏康的老巢, 繳鑊很多兵毒和武器彈藥, 使得他損失慘重, 當然了, 緬甸軍政府的趨不上, 他竟然, 泰國方面是和他合作的, 他就怪中國, 這是第一點, A一點, 為什麼他會弄中國人, 2008年以來, 緬甸和泰國的利益他不准動, 他就打劫中國船, 做了28次惡性事件, 有16個人死在他手上, 還有3個人重傷, 好了, 2011年, 緬甸軍政府曾經徵用一艘中國船去找匪, 他覺得中國又幫緬甸軍政府來對我, 還有中國商人成立的金木棉集團, 其實是在那裏發展賭場, 他們受到中國和美國的壓力, 不要再種毒品了, 不種毒品對他的利害很大損失, 真的有一段時期, 他就不做鴉片, 就轉了做賭場, 做洗黑錢, 後來就做了電信詐騙, 這間金木棉的員工, 他就很討厭, 2011年, 他綁了13個員工, 勒索了830萬美金, 才釋放, 好了, 1996之前, 他是崑沙手下的小角色, 大家知道, 金山國第一代的教父就是羅辛漢, 第二代就是崑沙, 到了1996至2006, 他成為毒販, 2007, 2012就變成刊匪, 終於2012年在魯窩被捕, 好了, 他是緬甸控制軍力的, 是得到緬甸軍政府打壓他, 他們是和泰國軍政府合作的, 和泰國的軍方合作的, 控制湄公河的三角水域, 結果有多少人被捕呢, 這個就是羅康, 故意殺人, 運輸毒品, 綁架, 劫持船隻, 這幾個他的馬仔, 全部是判死刑的, 他抓到的時候, 他說他有一千幾萬人民幣, 肯拿出來賠償給死者家嫂, 結果真的給了600萬出來, 結果沒用, 結果他也是槍斃的, 拿了600萬出來, 希望中國政府和那些死者和解, 好了, 我再說, 一個這樣的英雄人物, 號稱是公安部的英雄, 然後他再做了很多年的反恐專員, 反恐有什麼貪污, 我都不明白, 反毒就可以很多貪污的, 真的, 自己一邊禁毒, 一邊就, 有些時候有些人就隻眼開隻眼閉, 好像無間道那樣通知他, 分大細超, 打擊你的對手, 是可以賺很多錢的, 結果, 這些人, 差不多都是會判死緩的, 我告訴大家, 這段訪問, 各位網友, 農曆新言過了這麼久, 我們開始推產品, 第一團燒貓貓, 我就精選了兩樣東西給大家, 大家都知道, 阿聰師, 就是我們介紹的那些產品, 他做芋頭的產品和餅, 真的非常之好, 今次有兩款產品, 第一, 香蔥餅加蜂糖餅, 這個, 裡面一盒盒是這樣的, 餅是這樣的, 吃下去就很脆, 真的弄得剛好, 香蔥餅, 又香又脆, 是用優質麵粉, 雞蛋白芝麻做的, 然後蜂糖餅, 加了蜂糖餅, 加了蜂蜜上去, 甜蜜蜜, 咬下去就馬上有幸福感, 兩盒, 各一盒, 兩盒加起來, 很便宜, 185元, 寄到你家, 最後幾天, 脆脆脆, 我們保持著新鮮, 另外一樣, 都是我很喜歡吃的東西, 這個貢貢香, 這個芋條, 我們以前推出過的, 我的家裏有, 我經常都拿來吃, 有三種味道, 香蔥, 很大香蔥味, 第二就是芥末, 有少少辣的, 然後就是海苔味, 是非常脆的, 三包280元, 還有兩款產品, 這個叫做聖彼得, 咖啡牛扎糖, 大家知道, 有一個餅乾, 這個就是咖啡味, 香草鐵觀音味, 夾著一些溜結糖在裡面, 這個是台北的牌子, 每盒有20粒, 兩盒加起來, 183元, 很便宜, 這個就是愛不羅梭胡麻卷, 我開來吃, 它非常脆, 有芝麻味道, 還有一件事, 不含添加劑, 它是台灣唐氏綜合症協會做的, 是公共服務做的, 這些錢是捐給唐氏綜合會的, 這個愛不羅梭是西班牙語abrasal, 即是擁抱的意思, 大家不要羅梭了, 支持唐氏綜合症的家長, 這個是NGO辦的,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, 也很好吃的, 我們為了保持新鮮, 就是最後一兩天才叫它produce, 截單日期4月5日, 幾天來就寄到你那裏, 所以這樣訂發的東西, 是永遠最好吃的, 4月5日截單,